这些是台湾市面上买得到的枸杞 外行人看起来全部都一样 究竟该怎么分辨优劣呢 其实如果你把它泡水 放在水里面的话 你就会更容易看到它明显 就是通常的宁夏枸杞会浮在水面比较多 那像甘肃 新疆 青海的枸杞 会沉在水里的比率会比较高 宁夏是全中国品质最好的产区 它做过实验 它是枸杞多糖跟抗氧化成分都是最多的 他有看到报章杂志在讲说 枸杞的农药残留很严重 因为他读书是读农经的 他有这方面的专业 然后他比较有理想性就是说 改善这个无毒的话 对大家的健康都有帮助 农药残留要用汽油 或是用沙拉油才洗得掉 但是枸杞如果碰到酒精 汽油沙拉油根本就不能吃了 那你用水是肯定洗不掉 氧化成氧化物的农药残留 我们是在种植采摘下来 就是符合国家标准的十分之一 所以我们是采摘下来就是没有农药残留的 跟市面上销售的枸杞是不一样的 洪大哥说为了和一般的枸杞做出区隔 科学化的管理是必要的 因此他走过诺大的厂区 穿越层层关卡来到冷冻仓库 检视枸杞存傍的状况 不断地追问细节 就是要确保枸杞在配送过程中 可以完好无缺 跟原产地一样 粒粒鲜红饱满 枸杞这样东西是极容易氧化的 所以它一定要一赛干 尽早把它包装起来 可是我们台湾都是去收货 货运回台湾在台湾包装 那枸杞早就没有功能了 所以我坚持一个原则 就是说进口枸杞这个东西 就要原产地包装 所以我是在原产地 马上包装好 就运回来台湾 原产地包装的坚持 不只通过台湾最严格的检验 更获得品管严谨的 公管香农会青睐 双方开始有了合作的机会 我觉得它非常踏实 就是它有非常的一些 独到的一些眼光 尤其枸杞 它特别强调 对消费者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把关 所以它也强调一个健康安全的 很重要性 即使有了检验证明书背书 然而进口的农产品 要如何确保栽种过程中 是百分之百符合安全无毒程序呢 它种无毒栽种 我要去抽样检验 但是我更需要了解它的种植完成过程 所以只要有影像生产理律在那边照的话 它只要做了一件事情跟预估的生产 芋泥表不一样的话 我就马上可以监督出来 我们是全世界第一个有影像生产理律的枸杞 我们是全世界运销过程最短的 就是从直接跟农民采卖的 我们是用全世界最新型的干燥技术 所以我们是全世界三个第一的枸杞 所以你吃了它一定没有问题 就我本身有粘大的改善 第一个就是我本来眼睛会比较干涩 现在比较不会了 再来就是我上大号比较顺畅了 再来就是我洗头的时候 以前的掉发量跟现在比起来 现在减少很多这样子 干吃直接拿来当零食这样吃 再来就是说我们天气比较渐渐热了 我建议大家可以泡水冷泡 就是买个冷的矿泉水 我们就把它放一些枸杞进去就可以喝了 在网路上的社群 从一年前的六百人 到现在已经突破三万六千人 本丝稳定成长的原因 除了专业就是速度跟创意 当天我一定当天寄出去 然后让隔天可以收到 让它感觉到说 它想要吃马上有很快 超级快 甚至我连主持人 我都自己直播过了 目前还没有办法做得很精致 不过我相信在枸杞这方面的知识 我应该是算 我的粉丝业应该是算最丰富的 而且我们都一直及时地恢复 所有的脸书的大众 那我们以后所有进口到台湾的 保证最低水准是无毒 那我们尽量是 超有机的方面去发展 世界三项第一的科学栽植 让无毒有机枸杞 吃得到满意 吃得到安心